記得拿礦車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Kinson, 聖誕快樂, 各位朋友, 今天就是21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收到聖誕禮物呢? 我非常之開心, 很期待這個聖誕節, 所以選擇這個日子, 就是今天, 讓大家看看我這個Minecraft MTR的西鐵線的所有車站 為什麼我會選擇拍攝這條車站介紹的影片呢? 因為除了是聖誕節, 就來慶祝聖誕節, 還有,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就是我們這個香港的九廣鐵路 就是九廣西鐵, 就是2003年12月20日, 就是正式啟用的, 今天就是2018年12月21日, 真是不好意思了, 因爲, 我不可以在昨天上載影片, 因爲, 非常之忙碌的, 因爲, 我們剛剛就學校放假,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介紹這個西鐵線的車站 好, 我們就在這個朗平站, 朗平站, 之前在上一條影片, 就是你們說見不到有任何的指示牌, 因爲, 我們答應了, 就加回所有的指示牌 因爲, 不過不是只有這麼少的, 你看見到那邊, 有天水圍站, 黃色的那邊, 然後有兆康站, 和屯門站, 都是落成, 起好了 因爲, 我可以說, 西鐵線, 在真實的鐵路, 十五年通車之後, 就是Minecraft MTL 裏面那個, 亦都搭上軌道, 真是西鐵線, 就全線通車, 因爲, 非常之興奮,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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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我們今次, 說得不明, 這麼特別 因爲, 當然會有些, 令人, 令人覺得是非常之厲害的, 車站升級 因爲, 第一個,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頻道的論壇, 便可以發現, 我之前說過了, 今一日的影片, 會有至少三樣的車站升級 因爲, 第一, augmented, 包括, 亦 之前有尊全新廣播, 因爲, 因爲你這 Male 就算是我錄,或是Cherry Channel,即港鐵錄的廣播,都無所謂,因為講的內容都是一樣 你們稍後就知道,第二個車站升級,或者不是車站升級,可以說是系統升級 我們研發了一個全新系統,就是路軌上,軌道上的系統 可以由一條路軌,可以自動轉到另一條路軌,屯門站,即是兆康到屯門便會見到 而第三樣就是,接下來的三個車站,每一個車站都有各自獨特的地方,與眾不同 想知道是什麼?立即事不宜遲,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介紹 首先,浪平站,其實今天不是主要介紹浪平站 但是因為補償回上次,上次未講過過浪平站 所以現在就再給大家看多一次,浪平站就是很可惜,是沒有輕鐵轉成的 是在新界西北地方,即是地區那些港鐵車站,是唯一一個,不計錦上路 錦上路是郊外地區,所以我覺得沒有輕鐵都是合理的 因爲,輕鐵不去到那裏,附近也沒有樓,所以浪平站也是沒有樓 雖然它有樓,但是它沒有輕鐵,因爲與元朗站非常之近 那你走得到,搭輕鐵也沒有用,對不對? 好了,沒有輕鐵呢,就給大家看一個類似馬路 因爲在浪平站的大堂結構下面,就有馬路 巴士總站,就有幾個巴士總站,你們可以在這裏等車,巴士便會來的了 不過,哪裏會來呢,這裏minecraft 可能我遲些開伺服器,然後你們加入之後就可以在這裏 自己開創巴士公司,進來投入服務 到時有可能會有這樣的計劃,真的會開伺服器 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我們這個馬路就是這樣,我們就立即上去大堂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上去大堂,以及可以搭列車的 D出口,這裏就是浪平站的入口 進來,大家見不見到在地板上面有黑色格,有灰色格 還有,也有不同的分叉,那究竟這裏是什麽來的呢 其實我都是遲交的,通常,不是通常 每個港鐵站都會有一些叫做視障人士的輔助 他們可以使用這些,幫助他們去不同的目的地 例如,你在入口進來之後,去到下一個分叉口 就可以指示去向前,入閘,或向右,去廁所,或者其他出口 是非常之有用的,對他們來說 這樣呢,我都是要加回的,因爲,像真實的樣子 是,是獨特的,是因為補償沒有輕鐵 所以要,即是浪平站要加回它自己有的東西 其他車站沒有的,其他車站是不會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浪平站獨有的設施了 好,過到裏邊,車站控制室,沒什麽特別 不過裏邊,那些 command block 就未設定了 遲些就可以控制出入口的閘 好,浪平站,因爲非常之近這個商業區 所以,好多人都會在這裏使用這個車站 所以那個客流都是相當高的,那在相當高的情況下 怎麽會不可以,怎麽會不加回這些店鋪在這裏呢 加回那些店鋪,收回那些租,租金,那麽就發財咯 是的,很有錢的,每一個店鋪位可以以幾萬元租出 嘩,真是賺到發財 是的,那,希望遲些這些店鋪,就不要只有一個吉字 就可以加回一些設施在裏面 那,大家去不同車站的時候,就不會覺得悶了 不過呢,在我們今次的講解,就是車站 有一個車站就貫徹了這一樣的承諾 大家稍後就會知道,非常之興奮和期待的 是哪一個車站呢,究竟 是的,那過來這邊呢,就是有咖啡座 咖啡座,大家可以選擇你要的食物 那麽呢,就按個按鈕,就有個食物掉出來的 那麽是隨機的,哈哈 隨機吃東西,即是食物在這裏 在這裏,進了進去的那些食物 就不用錢的,是的,就可以免費拿東西吃 那麽就坐在這裏,和朋友,或者和其他人可以聊天 那麽可以享受這個 這個的,朗平站,望出去的風景 過來這邊呢,就有很獨特 和很特別的出口 那麽這個不是一個平常的出口來的 這個是有條行人天橋,走到去元朗站 是呀,我沒有說錯,這條橋真的可以走到元朗站 因為實在太近了,其實是不需要搭列車 都可以去到元朗站 那麽,如果大家想省了一程車費呢 那麽很好人啦,港鐵公司 其實不是港鐵公司,它是沒有的 是Kinson Studio公司,你可以這樣說 就是起了一條行人天橋,24小時開放的 那麽就可以連接兩個車站了 是呀,走過來就到達元朗站 是呀,元朗站,這裏也都可以回到朗平站了 那麽就省了一程搭車了 是呀,就不需要,就一定是搭列車先去到這個站了 好,那麽呢,廁所是不是很奇怪呢 為什麽會放在中間的呢,這個廁所 你看看,這個大堂的格局 以這個升級為中心 那廁所就放在中間的 那麽為什麽呢 其實這裏也都有一件事是 非常之獨一,獨一無二 即是不是非常之獨一無二的 而在這麽多個MinecraftMTR的車站 都是未有這件事的 那究竟是什麽來的呢,我們進去吧 那我們去藍廁給大家看 就是,廁所裏面的雜機 嘩,你聽過沒有呢 廁所裏面的雜機 哈哈,廁所裏面的雜機 大家想想,嘩,真是很奇怪 嘩,竟然在廁所裏面 都可以做到一個入閘機 真是可以入閘 而且真的代表廁所都分隔了 付費範圍和非付費範圍 嘩,是不是真是很特別呢 那就是,除了有普通閘機 在車站的兩端 在廁所都有一個自己的入閘機 這裏就是,非付費範圍的入閘機 我們進去呢,就是付費範圍了 對啦,這邊就是付費範圍的廁所 就在這裏了 咦,出回來就進了閘的了 就去了這個的,就可以搭列車的了 這邊,我們剛剛在那邊進來了 那第二件事呢,就是 現在我們新建的車站呢 就是會有這些叫做的 附魔台 讓造台 工作台 及維修台 對了,你們眼前見到的這個設施呢 就會陸續安裝在不同的車站 那麼,浪平站呢 就是率先是見到這些設施的 對了,那就是minecraft basics 那如果大家去過這個minecraft的wiki呢 那就可以見到這些工具呢 即那些tools 就是minecraft生存的basics 就是基本需要了 那你們可以在這裏合成啦 有用爐 有anvil 還有這個樣造的 對呀,可以做potions 還有附魔台 對了,那你們呢 就慢慢慢慢呢 在浪平站那裏就可以玩了 那我們事不宜遲就上去達列車 對了,我們今天要去的方向是屯門 那所以就去一號月台啦 十居其九都知道啦 那我們就去下一個站 天水圍站 對了,那我們天水圍站呢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位置 天水圍站的這個位置呢 是有點不同的 大家稍後就會知道啦 我們開車啦 那天水圍站 在少於30秒內就會到達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天水圍站呢 那個月台 就是月台幕門有不同顏色的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開出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好了,那來到天水圍站呢 第一 請勿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部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歡迎乘搭西地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屯門 讓她說話啦 歡迎乘搭西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屯門 Welcome to the West Rail Line I'm sorry This train is bound for Twin Moon 是的,都識穿了 一去到天水遺站 就有這個新一代的離站程序系統在這裡 而且廣播系統就會在天水遺站開始應用 大家都剛剛聽到了 是由我錄的廣播 即是代表有個全新的資源包 就是Resources Pack 在稍後就會公開給大家下載 現在就有暫時由天水遺站到屯門站有廣播 其他車站就沒有了 很快就在2019年1月就會加回了 你做事就一定是要做全套 要做十成,不可以只做一成 現在就是一成 因為只有幾個車站有廣播 我目標就是要把全部西鐵的車站有廣播和離站程序系統 那我就會答應大家在未來的日子真的會加回了 好,天水遺站和元朗站一樣是有輕鐵轉乘的 大家下載到大堂 大家下載到大堂 也可以乘搭升降機或下樓梯 廁所也有少少不同 我們先進去 先進去 對,因為以前有人說過 廁所應該是有些私隱度 即是 privacy 我們現在可以鎖門 廁所終於可以鎖門 那就可以在裡面做你要做的事 廁所也有兩格 有燈亮了 就是使用中的occupy 更加清晰 好,我們大堂就沒有特別 跟以往的車站差不多 我們出閘 就會見到有ABED的出口 咦?ABDE? 那C在哪裡呢? 對了,天水遺站是沒有C出口的 為什麼呢? 這裡呢? 這一個就是預留位置 C出口呢? 是會連接到一條的行人天橋 公用的行人天橋 那就會在遲些那裡就輕建的了 就方便乘客 好了,我們就給大家看多一次 這邊有車站控制室 有升降機專用的出入口 A出口 以及對面普通樓梯的B出口 對了,這裡 而裡面就有D和E出口 以及輕鐵轉繩 那我們就看看輕鐵的月台 這個輕鐵站呢? 就有三個可以下去的樓梯 一下去就直達天水遺站的輕鐵站 就這樣了 我們有三條路軌 一條在兩個月台的中間 然後另外那兩條路軌 就在兩個月台的側邊 對了,就有一個側式 一個倒式 和一個側式的月台 那麼,輕鐵就... 那我就... 我就這樣說的 如果呢 我其他,即港鐵 即我建這個Minecraft World 裡面呢 我是以港鐵的標準 的重型鐵路 是為優先的 即是會建先的 那如果已經建完了 然後我考慮一下 覺得想起啊 真的想完善化啊 那我就會建起輕鐵車站了 而且因為呢 本人呢 即是我了 就是甚少搭輕鐵了 我好像還沒搭過 所以我都不太清楚 輕鐵的服務 或者它那個路線走線是怎樣 所以呢 我都是不想弄錯 免得被人就批評了 對了 那如果大家有 對輕鐵是有 好深的認知的 就... 歡迎可以告訴我 就可以教我 怎樣 製造一條真實的輕鐵出來啦 那麼 天水圍站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就立即出發 去 在屯門河上的兩個車站 兆康和屯門站 好了 我們這次就踏升降機啦 剛剛用了樓梯 剛剛用了樓梯 我們上回來 對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大家能否留意到 這個的 中庭 即是月台的中間位置 樓底就高了很多啊 那就有天然採光的作用啦 而且這邊 大家見不見到 有得再上的喔 對了 天水圍站 也有獨一無二的設施 就是有觀景台 或者大家可以說是天台的花園啦 其實不是花園呢 因為呢 上面都是一個平台位而已 沒有草 沒有花 沒有樹的 所以呢 就是 氣氣的地方啦 就是休氣的地方 sorry 就是這裏 大家可以在這裏 就看下去列車 的大橋 一直去到兆康站 天水圍站 就是一個特別的設施在這裏 對啦 不過真實的都沒有啦 對啦 我都可以 在這個Minecraft MTL裏面 做些在真實世界裏面做不到的東西 這樣才能看到真實世界和MinecraftMTL的分別 而且有這些呢 就可以特顯到MinecraftMTL的特別之處啦 我們立即去下一個車站 我們使用離站設施 即是離站系統啦 列車即將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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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請密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車門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歡迎乘搭西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屯門 歡迎乘搭西鐵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屯門 歡迎乘搭西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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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廣播的 大家留意啦 下一站小匡 乘客可以轉乘輕鐵 下一站照康 乘客可以換成輕鐵 下一站小匡 乘搭西鐵線 下一站小匡 乘搭西鐵線 大家聽不聽到 我們就有全新的報站廣播 下一站就是兆康 剛剛就有這個廣播錄下了 還有跟之前一樣 我們都有一個全新的行車資訊版 我們即將到達兆康站 這個車站是非常標期立異 大家可以從 請小心列車與月台干支空軌 請小心列車與月台之間的共隙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對 所謂的標期立異就是什麼呢 請勿靠近車門 請不要靠近車門 等一下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為什麼會站 哦 哦 我知道什麼事 對 對 下一站屯門 乘客可以轉成輕鐵 下一站屯門 乘客可以換成輕鐵 next station 豚門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light rail 好了 終於說完了 有點嚴重 很煩 因為廣播系統 在初期的測試階段 難免會遇到一些技術故障 所以無端端會播放廣播 有點可惜 不過呢 當我習慣 整慣這個系統 廣播系統 就 著手這樣做 遲些就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那就是 邵康站 剛剛邵康站為什麼標期立異呢 第一 他月台的位置 水平 Y軸等於74 剛剛就是83 那 那 邵康站 就是 那個 月台 就在大堂的下面 那就是西鐵線 唯一一個的 加空車站 有這個 特別之處 就是 月台在大堂下面 港鐵裡第一次看到的 真的 你想想 除了邵康站之外 阿哈 有沒有其他車站 都會有這樣的 格局呢 就是月台在大堂下面 大家想想 如果大家找到的 就在下面 comments 回應回我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 可能就 沒有答案 因為真的沒有 好像 好 我們就出來 剛剛記住 剛剛的條件 就是一定要是 架空車站 不是地面車站 這個是架空車站 所以 真是 獨一無二 和標期立異 這個車站 的格局 好 不是 不止這樣 上到來 大堂 都是參考真實 那個 那個拱形 那個圓拱形的設計 就是 有玻璃 就可以做到透光 是的 在日後就會非常之光猛 晚上 都不黑 因為有 這些的水晶燈 或者是 Glowstone 在上面 照亮整個車站 非常之開揚的設計 在這裏 OK 大堂 那個 的 入閘區 以及 非付費區 即入閘區 和非付費 的範圍 格局 都有點不同 大家見不見到 那個 外面的通道 是被裡面的通道 窄了 還有 這裡有一個 升降機專用的 出入口的閘機 方便升降機的乘客 一進來 就立刻可以使用到 升降機 而且剛剛這個位置 都配置到一個閘機 進去 所以我都 我都 同意是這樣做的 所以就這樣做了 那麼 少康站都破了個紀錄 就是有這個 全Minecraft MTR裡面 最奇怪的 車站控制室 大家過來看看 就是 這個 車站控制室 不跟其他車站一樣 它是放置在 這個閘區裡面 不是閘區外面 就有這個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 格局 在這裡 其實也有好處 因為 我們這裡就是客務中心 在客務中心 當席的工作人員 可以很近地走進來 這個車站控制室 所以 亦都建立一個 休息室 在這裡 可以坐在這裡 這樣 輪流 就 on duty 輪流 這樣 這樣 除此之外 這邊也有 月台幕門控制 的面板 可以開幕門 和關門 還有出入口 那個閘 那個控制面板 都可以在這裡 控制 開 開 先開 對 我們 兆康站 都可以轉成輕鐵 但是 大家為什麼什麼都看不到 看不到 兆康站 裡面 兆康站 兆康站 為什麼大家看不到 兆康站 是其中一個兆康站 就是沒有兆康登康咱 cé鷹tit鶴站 也有開始 兆康站 commencé 兆康�站 都会在2019年落成 少康站现时只有一个出口 就是在对面的A出入口 那就不好意思了 就一定要APP,先 INTU出入口 代表现时,对面的闧仔机这是唯一 可以到出口的闧仔机 其他这边的非付费,即闧外范围 因为这边,这边说就是 Public Transport Interchange 就是公共交通会合站 有巴士路线或小巴路线可以在这里做转乘和港铁 对面也是的,分别是B出口和E出口和B出口 现在已经封了,还没开,因为我还没弄,只是看到对面屯门站,哇屯门站很厉害 待会大家都会看到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我们就带大家看看车口,也有一个传统在这里 我们介绍每一个车站都要看足够每一个地方 这里小康站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独立的通道 就由外面的巴士总站或公共交通的回合站 就是运输站,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通道,进入车站 或者是用A出口离开的,或者可以去对面的巴士总站 有两个的,记住 在南北都有一个,暂时A出口是唯一出口 暂时迂回地下来,在这边下来又转过弯,这边又转过弯 再直到A出口 少康站大致上就是这样 你们可能会问,我刚才说了,少康站应该在屯门河上面 哦,sorry,不好意思 你们现在看看,屯门站在那里 如果少康站要整个车站在河上面 那我哪里够位弄到行车桥连接到屯门站呢? 就是因为距离太近了 因为现在使用到第四代车站 即是月台长六十格的车站 每边有十五道幕门长道的车站 如果我放在这里,哇,很混水 列车出来,说两句,马上到屯门站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是的,我也是要这样做 就是将这个的少康站放进去的河里面 是的,我也不想破坏这个自然生成的屯门河 我不想破坏,即是对它作出任何的破坏 所以就有它自己在这里 就不会延伸过来这边了 所以呢,少康站的车站下面呢 就是空无一物了 是的,就是非常之空旷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旷神异 是的,你落到来 日头啦,日头啦,晚上就不会了 晚上就会月黑风高 是的,哇,extreme juxtaposition 就是这个对比 是的,我们,废话少说 快点回来少康站大唐 然后就去最后一个车站 屯门站,屯门站 那我这里就有一些警告的 就是呢,刚刚都说过了 小康站到屯门站呢 是少于30秒的车程 那我在30秒里面要说 就是要说呢 至少是三个广播 是的,三个广播 怎样可以在30秒里面说到呢 那就重叠了,没办法 等一下大家就会听到 重叠的效果啦 我们即将出发 那我们就用它过来站的程序啦 列车即将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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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是的,还有呢 讲请密靠近幕门 请密靠近车门 请不要靠近车门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下一站屯门 乘客可以转成轻铁 下一站屯门 这个是西区线的运程铁铁 多谢乘搭港铁 Next station屯门 从指铁铁中间 对 Grabxa 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sana会打开 The main roads will open on the left AULT 请先让乘客下车 请先让乘客下车 sebel已让乘客一下头 哇,屯門站厲害了 大家聽不聽到有開門方向? 這個開門方向不是我定的 而是這個系統自己定的 先關門 剛剛我們在片頭說過 這個自動轉軌系統 就在屯門站率先見到這個新系統運行 列車由兆康站出來 進入屯門站之前 就會有一個command 指示列車 究竟是進入1號月台還是2號月台 剛剛我們就使用到2號月台 當下一輛列車來的時候 路軌就會自動轉進入2號月台 大家明白嗎? 然後再有下一輛列車 就會再轉到2號月台 就會進入2號月台 就有一個循環系統 確保不會相撞的列車 列車是不會相撞的 那個運作原理是怎樣呢? 我不方便透露 我也是花了很長時間去研發這個系統 遲些 我就不會公開給大家聽 究竟怎樣做這個系統 還有一件事 就是剛剛我們在兆康站 離站程序的時候 即使使用到離站程序的時候 這個幕門的指示燈 就是不斷地閃閃閃閃閃的 要提示乘客 好,我們就去屯門站 來到,終於 屯門站就是西鐵線的終點站 所以剛剛在廣播 大家都聽到 這個是西鐵線的尾站 有中文、粵語、普通話和英文 三個語言都有 那麼屯門站 為什麼我會說是最特別的一個呢? 我可以跟你說 屯門站 我在這麼多個西鐵車站裡面 是建得最辛苦的一個 因為所有設施是完善的 我剛剛所說的 有這個商店 是有些東西在裡面 就是每一個商店 就有不同的東西在這裡 那待會下去大堂 待會就會知道 而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月台是使用到這個 開放式設計 都是那隻 不過就不是用透光的設計 就是用這個 可以不用使用到空調 即是冷氣 或者通風系統 都可以 可以做到一個 可以跟外面的空氣接觸 就好像其他的架空車站 不過就不需要用到這個月台閘門 月台閘門都可以做到這個 那就不需要通風系統 都可以通風的 這裡 那就非常之特別 而且我第一次做的月台閘門 上面的月台 那個紅石裝置 是不需要使用多於一格的 嘩 這個真的是 真的用了我很久的時間去做出來 因為 很多時候 那些紅石就是非常複雜 要很多 不同的組合 或者不同的整法 才可以做到 所有紅石是不會暴露出來 而且 也不會多於一格 即是不會多於一格高的 所以剛剛好就做到這裡 對了 讓大家看看 我們跳上去 那個紅石裝置 就一格 就不會影響到 絕對不會影響到通風了 好 我們走樓低下去 因為健康一些 對不對 屯門站 也有升降機 懶人包 可以去的 或者 好 我們呢 就 屯門站 有 除了 即是之前 在minecraft mtr 除了有這一款的 箭嘴圖示 我們現在有全新的 這一款的 箭嘴圖示 叫做 Turn Around 中文就是 不是直行 是 ABC出口 即是你看到這個指示牌 ABC出口 是要 反過來 走的 指示給大家看 是E邊出的 ABC出口 而且 D和E出口 就是直行 直去的 E出口是E邊 D出口 是E邊 升降機 亦都 在 這裡 亦都會在這裡 正在 升降機 這邊的 出口 也有 第二款 即是 調轉了 的 這個 Turn Around 指示牌 即是 箭嘴圖示 是的 那 大家想 如果大家問我怎樣做 我都回答不了 因為 非常之難做 這個 只要 彎 就是 這個 弧形 花了我差不多三個小時 每一個Pixel 這樣 剪出來 因為 你不能 因為 在Paints.Net 或者任何 例如是Photoshop 如果大家 猜我是用什麼 的程式 我可以說是用Photoshop 用Photoshop 它就是沒有一個 它只有箭嘴 它沒有一個 這樣 那麼特別的 箭嘴圖示 所以 我是沒有辦法 每一個Pixel 要剪出來 今天 很難做 大刀 做到 至少 非常之 真 真的 跟真 指示牌一樣 好 最特別 就是這樣 這樣 不止那麼少 這個 屯門站 廁所 雖然跟剛才一樣 不過是兩個玻璃 看不到外面 那外面是什麼 紅色 為什麼 就是MTR Logo 遮瑕了 不是很好 就是這樣 解答了 也有使用中 使用中 我們屯門站 剛剛也看到 有ABCDE 這麼多 有五個出口 而且每一個出口 都是不同的出入口 風格 讓大家看看 先 我們由A出口說起 硬不好 因為A出口是最特別 我們由D出口說起 D出口 其實 我們在MDL裡面 我也解釋 就是我們這個出入口 都有不同風格 這個就是第一類 就是普通樓梯 是由車站結構出到來 就是由車站結構出到來 然後再轉左 或者轉右 然後有一條樓梯 這樣下去 落到地面 這一類就是第一類的出入口 而第二類出入口 就是升降機出入口 就是有升降機 就是由C出口 有升降機 然後就會出到地面 第二個是由C出口 就是第二類出入口 而第三類在哪裏呢 大家是未見過的,即是以前的影片 其實可能都見過,因為舊的車站就有了 我講完之後,大家應該都會覺得仿然大悟 E出口 下來,就是直下的出入口 即是樓梯是直上 即是一走上來,這條樓梯就會去到這個大堂 就是第三類出口 我記得在很久之前 建過的車站,某些車站都是使用到這樣的風格 這樣下來,這條樓梯很寬闊 七條人一起走都行 不要說了,即是七個人 七個乘客一起使用這條樓梯都沒有問題 客人不會碰撞 不過我怕你踏死 E出口就是有這樣的風格 第四類在哪裏呢 第四類 就是 那邊的 A出口 A出口在這邊 為何只有三格 成三格 的大小呢 而且 A出口下去 是一條很長的通道 非常之長的通道 這條樓梯 我們下來 要轉 彎,然後再下去 然後走到這邊,再轉過來 才出到A出口 A出口 真實來說 這是一個 很奇怪的出口 真實屯門上的A出口 如果大家 去過 就是在屯門河上的出口 出口 就是有一條天橋 就是 過河橋的 那條橋 連接 屯門河的西面 和東面 在屯門河上的 我們A出口 都建造了一個 也是叫做 就是類似位置的出口 A出口真實在這個位置 而上面就是 B出口 咦 B出口為何 用了這個鐵欄維蜂呢 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不好意思 對了 不要忘記屯門站 是有氫鐵轉成的 他就是用B出口 不過大家看這個指示牌 即是這個的Sign 屯門興鐵站 尚未興建 是的 那一月 2019年 一月 就會開放啟用了 對了 那麼興鐵站 就是 都是未興建 因為我都是說過 我會興建所有的重型鐵路 即是重鐵車站 才會考慮 是否興建 興鐵的車站 是的 即是有這個 分先 即是這個 Priority 那麼 當然就是重型鐵路的車站 起先 然後第二呢 其次就是 興鐵車站 不過好像記得屯門興鐵站 是有一個 獨立的結構 所以 這個 將會是一條行人天橋 連接過去的 就是這樣 屯門的興鐵站 就會在未來的日子 啟用 好 我們來到商店 或者商店 或者商店 有 5個商店 其實是有4個的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咦 這裏應該有兩個 我將這兩個商店 打通了 變成一間大的商店 這間就是一間小餐廳 每一個店舖 都有不同的 設施 在這裏 這間就是餐廳 雖然小就小了些 但是呢 你可以在坐在這裏 然後看外面 這個屯門河的風景 非常之捨意 非常之 如果你看外面 還有一個全玻璃幕牆 如果是日光日白 我現在教了 真是會令你 深曠神移 看外面 多漂亮 這個餐廳 就有這樣的作用 那 那過來這邊 就在D出口的左邊 就是一間小書店 書局 有書給你看 這邊也有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拿不到 對呀 尺了一個書架 拿不到書 是不是很奇怪呢 再過來這邊 就是一間 食物外賣店 大家按 按呢 就可以拿蘋果 就可以拿麵包 對呀 就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這裡 就是外賣店 不用收錢的 大家想拿呢 就可以進來拿 這個呢 亦都代替了這個 咖啡座 對呀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用 因為咖啡座 一來就 浪費了些位置 二來呢 就它那個 食物的那個選擇呢 就是 沒有這個那麼多了 當然是 有七種食物 是不是 非常 多的 Varities 過來這邊呢 就有一個獨立的 的舖頭 這間就是便利店來的 一號舖給他 一定是 便利店 是 什麼都有 那有 便利店 就 有 好像在 天水圍站 車站的設施 就是那些工作台 用爐 Anfield 就放出來 這邊 就省了位 而且都可以配合到主題 便利店應該什麼都有 是不是 那這邊有些假 就放了一些貨物 在上面 有東西喝 有東西吃 大家就 這個就要付錢的 所以這邊有個收銀員 Hello 那 它就會收你錢了 那這邊就是車站控制室 其實我想 我想過 屯門站 其實可以不需要一個車站控制室 為什麼 嘩 有 不是呀 但可能你們說 不是呀 有ABCDE出口 那麼多個出口 為什麼不弄 我告訴你 車站控制室 這麼小 你怎麼 可以在這個 這麼小的空間 可以放了這麼多的 控制panel 還有這個Minecraft 亦都不會有賊 除非你 將那個 Game Mode 調成這個 Hard 這個模式 Difficulty 就會有 Zombie 有Creeper 那些 那些 那些壞生物 就進來 然後就破壞車站 是的 不過呢 當我教了他 Peaceful Mode 就是 和平 應該不會有任何 怪獸 生物 破壞這個車站 所以 大家都不用擔心 可能車站控制室 都是只有樣子 不過呢 我覺得有一樣東西 一定要加 月台幕門的控制panel 一定會有的 對啦 這個是真的 It's true 對真的 月台幕門一定要由這裏控制 就是這樣 好 我們有點肚餓 吃東西 我肚餓 我的player不肚餓 是我肚餓 你看 我沒得再吃東西了 已經滿了 Hungerbar 所以 好可惜 不過呢 錄完東西就要吃東西了 好 我們最後有一樣東西就是要跟大家說的 對了 上回月台先 列車 好了 那 我們這邊呢 真是西鐵線的 終點站 所以大家會見到 有路軌的盡頭在這裏 而這邊 2號月台 這邊看出去都會見到這個路軌的盡頭 那就呢 代表西鐵線 正式 通車 大家可以由這個站 達到紅磡站 真是可以了 是的 都是用了我差不多三個月去建的 今天21號 我是11月18號 就是 一個月前 一個月前才剛建完這個 錦上路站 大家記不記得 大家記不記得 如果看我的頻道 我會用額外一個月 才能建建 由錦上路站 去到屯門站的路段 對呀 真是非常之 花時間去建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 每一個車站都擺放了很多心機 大家 玩這個地圖 都可以留意一下 每一個車站 有什麼不同的設施 每個設施都 意味著 這個 地圖 這個 Minecraft MTR 就是 真是有我的心意 在這裏 我真是用心起的 這個站 這個站是最用心起的 那 而最用心起的車站 就一定要做些 紀念 是不是 也是 因為以前 九廣鐵路公司 都是在屯門站 舉行這個的通車典禮的 所以 我就 都在這個車站的 外面 就做些東西 就非常之特別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可以說這個的 就是 一有條的行人典橋 或者是 車行的橋 就由屯門河的一邊 就接駁到屯門河的另一邊 那 大家就可以使用到 不用 不用駕駛過去 都可以 即是無障礙了 立即可以 這樣走過來 就 就沒事的 即是 不用游泳了 車也不用游泳 如果 可能在20年後 那些車可以在海那裏 那裏走 那就不用了 不過現在不是吧 現在 這個時 代 那些車 即是未有車式 又可以在 陸地上面走 又可以在海上面走 即是水上面 所以 起床也是 必要的 是的 有條斑馬線 在這裏 好 重點不是這裏 重點是這裏 大家看到 非常之美的 字體在這裏 屯門 屯門 就在上面 那裏 在每一個的框 裏製了 字母 英文字母 都沒有在這裏 而這裏 是我的頻道 Kinson Studio 那 我用它來 紀念我 在這三個月 裏面 即是 由 10月到12月 我用了那麼多時間 很辛苦的 終於 建好 整條 西鐵線了 所以大家都看到我的 簽名 或者是 我的Logo 在這裏 Kinson Studio 在這裏 好像是我的簽名 今天 擺在這裏 就代表 這裏 是我最用心起的一個 亦都標誌著 這個的 西鐵線 完 完成 西鐵線的工程 即是西鐵線的工程 就 圓滿結束 那我們就 在這裏 同 大家 就說聲 多謝 大家 那麼久以來的支持 那麼我這個西鐵線 就圓滿完成 我們下一條影片 就會 興建 新的 路線 東鐵線 那會是 東鐵線 還是馬鞍山線呢 因為現在 我們西鐵線都起完了 我們所有市區線的車站 和路線都起了 那麼 只有東鐵線 和馬鞍山線未起了 那麼 大家就 猜一下 我下一條會起的路線 是什麼 那麼大家就 拭目以待啦 那麼 那麼 今天 的車站 介紹就到此為止 西鐵線的工程 也都 圓滿結束 多謝大家 支持 那麼我們就在 下一次 和大家見面 我們在聖誕節裏面 就有更多的影片 就會 開始 興建那一條的新的路線 那麼請大家繼續 多多支持我 好囉 記得 拿礦車的朋友 和聖誕快樂的朋友 拜拜 拜拜